Hello各位我是丁丁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全新一代的蔚来ES6 前些天蔚来在它的车主群里面发了一个调研 让大家来讨论一下关于全新ES6的定价 这个话题也非常的火热 我也发了一个微博来发表我的看法 但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不再来聊价格了 因为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这期视频我拍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价格 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价格了 所以咱们就不了价格了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这两天在北京延庆初体验新ES6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重点跟大家聊五个话题 那你在了解了这五点之后 相信你也能够比较清晰的知道 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你 好第一点我们来聊一聊 这台车它是基于未来的NT2.0平台的一款车 而且是NT2.0的完整体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当然它方方面面都是新的东西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我就给大家说两个肉眼可见的点 第一就是这台车的充电口是在靠近车尾的地方 而此前未来的SUV的车型的充电口都在车头的位置 那靠近车尾显然会更加方便 也是整个车身结构重新设计的这么一个结果 第二就是这台车的车厢地板会比第一代车型更低 第一代车型门槛和车厢地板是齐平的 而这台车呢 车厢地板是会更低一点 那这个对它的空间表现显然是有帮助的 待会我们也会提到 第二点呢 就这台车它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品质感和高级感做的是相当到位的 首先呢 这台车它是给了大概有十种配色 而且每种颜色呢 整体的这种质感都是比较有高级感的 那我觉得这种做法在中国市场上 三十多万四十多万的车里面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BBA的车基本上要大几十万 或者是像宝马4C啊 奥迪A5啊 这样一些个性化的车型才会给那么丰富的配色 而未来的传统 它的配色确实是它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然后这台车的外观的设计 我觉得也是相当有高级感的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这种风格 这个可能个人的审美偏好会不太一样 但是你一定会承认这台车的设计是很有高级感的 因为它整个的设计非常的干净 没有很多多余的花哨的那种花蛇添足的东西 甚至像后雨挂这样一些功能性的部件 它也是隐藏式的 所以你从各个角度去看 这台车它的设计是有高级感的 外观设计 然后整个内饰呢 是这一代蔚来车型的一个家族化的内饰 ET7 ET5都是这么一种风格 也是比较简单 但是呢 比较有质感的风格 包括它用的这种皮质 都是比较有质感的 而且车顶棚用的是这种超鲜蓉的材质 也是很高级的那么一种材质 所以质感高级感的营造 我觉得这台车同样是做得非常好的 但我们就不展开再说了 第三个很重要的话题 我们来聊一聊这台车前排和后排的这种关系 先说后排 我1米77的身高 如果把前排调到我一个合适的坐姿 后排的腿部空间超过了两拳半 头部空间差不多是四指 应该说在中型SUV的这么一个细分市场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 然后后排座椅 坐垫的高度 包括说长度都是比较到位的 所以腿部支撑是比较到位的 靠背的角度是电动可调的 基本上调到一个最躺的姿势 我觉得这个姿势我做的会觉得比较的舒服 有这么一个不错的空间的表现 包括说坐姿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NT2.0平台 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整个的座椅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因为未来车型的座椅始终是它的一个痛点 最早的第一代车型 它的后排座椅坐垫往上顶 靠背往前顶 然后到了往后一些车型 像ET7它的坐垫不顶了 但是它的靠背继续顶 所以后排座椅始终不舒服 这个是未来的一大痛点 这个车未来说他们是自研的座椅 我觉得后排座椅的整个乘坐的体验 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它的坐垫不顶了 靠背也不顶了 然后整个乘坐感受是软中硬的感觉 就是你初坐上去是比较软的 但是过了这么一个缓冲区之后 又是比较硬比较有支撑的这么一种感觉 前排后排是比较接近的这么一种乘坐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对未来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 所以后排现在的乘坐体验是比较不错的 比较出色的 唯一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后排的坐垫整体会比较平 它左右两个主座位 它是没有像某些车型那样会做一个侧向的支撑 它没有 所以如果你在跑山的时候 后排座的乘客是很容易左右滑动的 这一点不太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后排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尽管如此呢 我觉得在这辆车上前后排的关系 更重要更优先的仍然是前排 比如说未来的女王坐驾呢 一定是这个副驾 而不可能是右后这么一个座位 那现在这个女王副驾呢 不仅是说有一个零重力的坐姿 它还可以有一个唐道的坐姿 然后呢还解决了初代车型的一个问题 就是初代车型它这个女王坐驾收起来的时候啊 这一块是非常顶小腿的 而现在这个座椅呢 在正常状态下 这个地方是不顶小腿的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坐姿 所以这个座椅的乘坐体验是有进一步提升的 然后在这台车上呢 前排比后排更重要 你知道了这一点 那你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去考虑 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你 那第四点呢 我们来说说未来的这套车机 那未来的车机呢 其实现在所有的车型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最新的这个版本是率先在ES6上做了一个迭代 那这套车机呢 首先它的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 因为按照未来的说法 他们是把车机的这个8155的芯片和智能驾驶的ORINX的芯片 做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它的算力是打通的 所以呢整个的操控的响应 现在是更加的流畅了 然后呢 从整个的逻辑结构上来看呢 我发现现在市场上最好的车机 他们在整体的逻辑结构上似乎是形成了某种共识 比如说在这辆车上 它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呢 负一屏 这个是常用功能的一些快捷方式 而且呢 它是支持自定义的 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去操作所有的车载的APP的应用 第三呢 就是有一个地方让你去设置车辆的功能 然后主页面呢 是地图 地图上面有两个卡片 左边是音乐 你可以去选择你要的音源 右边呢 是一个可以自定义的一个卡片 你可以选择你需要的功能 然后呢 可以进行滑动 那基本上 现在市场上最好的车机的操作逻辑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可能形态上会有所不同 但是基本逻辑 好像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 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方式 那未来呢 现在这个车机 它整个操作逻辑的合理性 成熟度 我觉得做的都是不错的 功能方面呢 这一代的车机呢 提供了几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第一个呢 就是它把未来专属的一个服务群放到了这个车机上 你随时可以跟服务人员进行沟通 第二呢 在导航页面呢 它是可以把你在长途驾驶过程中 需要补能或者说换电 这样一些工作 它都直接放到这个导航的界面里面 你可以直接去参考 然后呢 它把AR眼镜也放到了这个车机上 整体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呢 我还是认为AR眼镜这个使用场景 在这台车上呢 不是很多 它是一个景上添花的功能 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刚需的功能 无论如何呢 那这套车机的整体使用体验 在不断迭代到这个版本之后 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最后一点呢 我们来聊聊这台车的驾驶感受 第一代ES6的底盘呢 真的是有点一言难惊 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都是比较关心这款车开起来的感觉 到底会怎么样 那还是先来说底盘啊 首先全新ES6呢 是没有空气悬架的 但是呢 它的悬架是软硬可调的 最软的那一档呢 会比理想L7再硬那么一点点 那最硬的那一档呢 跟我不久前试驾的全新一代的奔驰GLCL差不多 基本上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又分出了软中硬三档 那这三档之间呢 还是有可感知的差异的 第二呢 就这个底盘的整体感 相比第一代车型 是有非常明显提升的 在经过一些坑洼路面的时候呢 不会有非常多的细碎的震动 整体来说你会觉得这个底盘 还是比较整的 这么一个底盘 第三呢 就是这个底盘 它的抗测型能力 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在最硬的那一档 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些场地的这个测试 也跑山 你整体感觉呢 这个底盘在运动家那个模式 最硬的模式下呢 整个的侧向支撑是不错的 包括日常驾驶过程中 中高速过弯的时候呢 这个底盘的侧向的支撑的表现 也是不错的 所以呢 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底盘相比 第一代车型是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当然了 我们今天呢 有一种路况跑的不是很多 就是一些破损比较大的道路 包括说比较电波 比较坑洼的这种路况呢 几乎是没有遇到 所以呢 对整个底盘的表现的全面的评价呢 可能还要更长时间的体验 才能够最终给出 然后这台车 还有一点在驾驶方面 给我惊喜的地方呢 就是它整个动力响应的调校 包括动能回收的调校 那此前我也吐槽过 未来的动能回收 整个设定过于的温和 有和没有差不多 但是这台车呢 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它的动力响应调的非常的跟角 尤其是在4.5秒运动家的模式下 它的动能回收调的也非常的跟角 尤其是你把动能回收设定为 回收力最大的那一档 在这台车上呢 叫标准 如果你用4.5秒的模式 加上动能回收最强那一档 你会发现整个的电门踏板 响应非常的跟角 你过了一个临界点 往后收 它就是会有一个制动力的输出 往下踩 它就是动力很快的响应 我觉得这种驾驶的感受 非常爽 基本上跟特斯拉差不多 只不过呢 它的最大的动能回收力 没有特斯拉那么大 但是呢整个的驾控的感受非常棒 非常跟角 所以呢 底盘和动力这两个特性结合在一起呢 你会发现 这辆车它整体的驾驶感受呢 你想要它比较运动 比较跟角的时候呢 它确实能够提供这么一种属性 或者说这么一种特性 它不会特别运动 但是在同级别的SUV车型里面 它因为有电车的这种动力输出的特性 加上说它底盘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调性 所以呢会给你这种感受 那如果你想要它很舒服的开呢 它也是能够做到的 好 以上就是我对全新蔚来ES6的初步印象 当然了 有些问题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寻找答案 比如说这台车的电耗水平到底如何 它的智能驾驶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这台车的产品力还是比较均衡的 而且在细节方面有了非常多的提升 在30多万到40多万的纯电中型SUV中呢 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这么一台车 当然了 抛开价格谈产品力呢 多多少少有点耍流氓的意思 所以现在你已经知道这台车价格了 你觉得它的竞争力到底如何呢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给一页三连支持一下 这会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 还想听我聊什么车 评论区告诉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